大家好 我是 Ray Ma 小米 13 Ultra 終於到手了 相信大家可能已經留意到外國某些測試 但今天在我們手上都可以親身試到這部機的支援效果 最主要是看看 13 Ultra 今年會來到香港上市 但今天的上手時間是比較有限的 可能我們未做到深入測試 但都可以初步看看這部機的一些成像效果 和 Leica 的合作 將 Leica 的 Image Processing 和 Color Science 搬到手機上的呈現 以及與小米 13 Pro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今天我們就初步可以看看 當然之後正式來到香港市場上市時 我們會更加深入完整的測試 OK 長話短說 這次 13 Ultra 最主要的地方 都是在相機系統上 由四鏡頭配置 由三鏡頭配置升級上去 整個相機設計 也會再沿用小米 12 S Ultra 的大圓形相機模式 但是這次在中間這個位置新加了 Leica 的 Fario Summicron 的鏡頭設計 而在鏡頭配置上分別有一個 一吋 Sony IMX 989 系統的主鏡頭 這個在硬件上就跟 13 Pro 一樣 但它有一個 Variable Aperture 可變光圈 另外一樣有 75mm 人像遠焦鏡頭 以及有超廣角鏡頭 不過在 13 Ultra 上就額外多潛望式的遠焦鏡頭 我們一會兒再看看成像效果 但是這個時候在相機模組的位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打側的機身 Profile 時 在金屬中框上到相機模組之間 它是有一個微微的梯級斜上去 然後相機模組也是很明顯地突出的 而配合小米 13 Ultra 其實有整套的Gear 可以套上去之後 包括有 Lens Mount 和 Lens Hooter 另外還有手柄的機殼 但今天暫時沒有的 Anyway 這次 13 Ultra 的機身尺寸 是 6.73 吋的螢幕設計 一樣有雙曲面螢幕 而最不同的與 13 Pro 的機背上 由上次 13 Pro 的 Ceramic Back 一個陶瓷的質感 換成今次磨砂 以及有多一點凹凸紋理質感的仿皮設計 配合一個金屬的機身中框 摸上手的感覺 在磨擦力上會更多一些 而且在質感 無論是觀感上還是摸上手的質感 個人感覺是會比較像小型的卡片相機 或者是專業相機上的紋皮的紋路 以及摸上手的質感 而同一時間再仔細看看 它的紋皮沒有握到機身最邊 反而在金屬中框的位置 會覆蓋延伸到機背的一定程度 實際的手感都相對比較大和重新 13 Ultra 的厚度至9.1mm 重量有227g 絕對不是一部輕薄的手機 最後在機身設計上 暫時在會場試到兩款顏色 有黑色和綠色 兩款顏色都比較低調 比較像專業相機的感覺 橫向看這部手機 加上巨大的相機模式 大家會覺得它似是一部有手機功能的相機 還是一部手機呢? 但無論如何 先看看它的相機實拍效果 首先在硬件上 主鏡頭和剛才提到的一樣 就是 IMX 989 1 吋 CMOS Sensor 和 13 Pro 不同的地方 今次的光圈大小是 1.9 和 F4 之間切換 類似的可變光圈設計 在 1 吋 Sensor 的手機上 其實我們不是第一次看到 對相機時在 Sony Xperia Pro i 上也有試過 實際是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稍後就可以看到 但無論如何 今次的四鏡頭配置 四個鏡頭都有5000萬像素 而另一個 75mm 的人像鏡頭 今次的光圈 由上次 13 Pro 的 F2 光圈 升級到 F1.8 大光圈的遠焦鏡頭 但在 13 Ultra 上面的遠焦鏡頭 沒有上次浮動對焦鏡頭設計 沒有了超近距離的遠焦微距效果 但今次趨而代之 便會用到超廣角鏡頭的超微距效果 這個超廣角鏡頭也是支援 PDAF 自動對焦的一款超廣角鏡頭 而視野上亦是對比上次 13 Pro 有一個升級 在 13 Pro 上的超廣角鏡頭是 5000萬像素 113 度 14mm F2.2 光圈的超廣角鏡頭 在 13 Ultra 上的超廣角鏡頭 升級到 12mm 122 度超廣角鏡頭 以及光圈都達到 F1.8 在相機介面上 今次有 0.5 光圈超廣角鏡頭 2 倍是 Crop-in 數碼變焦 由 1 吋主鏡頭上做的無損變焦 接著有 3.2 倍 75mm 遠焦鏡頭 以及 5 倍的遠焦鏡頭 5 倍的遠焦鏡頭 最盡最盡最盡是 120 倍 哇 但到 10 倍 都是無損變焦 再去便會變成數碼變焦 但在操作上 亦都留意到 13 Ultra 在相機介面上 其實都多了一些設定 以及在操作上有幾大的變化 OK 好 我就拿兩部出來看到 在 13 Pro 的時候 跟 Leica 的合作 都一樣有 Leica Vibrance 和 Leica Authentic 兩個顏色 在這裏可以打開 在 13 Ultra 上面 就會換成了在這裏切換 一按開 它就會在這裏有一個 Pop-up Modification 都是有 Leica Authentic 和 Leica Vibrant 這兩個顏色 但是多了的是這裏 再延伸下來的 Sub Menu 在 Menu 這裏有 Aperture 光圈大小 這個就可以 F1.9 和 F4 兩個光圈大小切換 好 現在轉到 F1.9 和 F4 對 明顯光圈大小 我們不是第一次看到可變光圈的手機 但實際上可以怎樣應用 實際上用 我在 13 Pro 的時候 其實面對了一個小小的狀況 就是可能很近距離拍攝食物 有時候它的散景都相當明顯 未必能夠展現整個 Dish 的細節 但反而是 F4 光圈 就修了光圈 那 Depth of Field 就沒有那麼淺的景深 就會變成整個 Dish 都會清 實際的對比是怎樣呢 左邊是 F1.9 右邊是 F4 左邊在遠一點的位置就開始模糊 淺景深是比較淺的 右邊 F4 整個都會清 另一個聯想到就是探索文件 很近距離 F1.9 光圈 因為始終是大光圈和大感光圈 很容易在邊角位置 有機會出現這些模糊的效果 反而是在細光圈的時候 可以反應一遍大顯光圈的問題 去探索文件時 就可以在這些字全都很硬 同樣都在左邊 F1.9 光圈 右邊 F4 光圈 相片角落的位置 在右邊明顯變得彩色之多 字會變得好多 但最後也要補充 這次 13 Ultra 一樣有支援 IP68 的防塵防水 適合今天下雨天 OK 拿出去室外拍片 另一個在上次試 XIII Pro 時 已經很驚艷及印象到的地方 是 Master Lens System 的 人像模式內的大絲鏡頭效果 在 XIII Ultra 上是有延續下去的 跟很多傳統手機一樣 XIII Ultra 的人像模式 其實一樣都不太人像模式 給我感覺是有四個鏡頭轉換的效果 因為上次 XIII Pro 也有提到 它有 35, 50, 75, 94 個焦段的選擇 亦都有各自的 Color Profile 所以推出了四個視線 但今次 Ultra 跟普通 Pro 分別在哪 第一個分別是 35mm 由 Black & White 變成 Documentary 上次使用的時候 我認為是很壞參半 因為這個 35mm Black & White 出來的顏色 是一個有感覺的黑白鏡頭 但它限制了使用的用途 有時候我的 Frames 想要 35mm 但又要拍攝人像 想要彩色 在 Pro 上做不到 今次 Ultra 就有 35mm 的彩色 但在 Ultra 的彩色 我又做不到這麼有質感的黑白 所以這個就可能要取捨 或者後期再套一些 Filter 的情況 無論如何我們有 50mm 50mm 兩部手機都一樣 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成像實際有沒有分別 還有 75mm 還有 90mm 油焦 今天初步上手 其實我已經留意到兩部手機 在整張運算的色調 以及整張照片上有著微妙的變化 首先在拍攝景或死物的時候 我留意到 13 Ultra 反而是顏色飽和度 以及整體色調的感覺 整體是會有少許 tone down 的 saturation 以及整體對比度都會比 13 Pro 更加 tone down 令到整體的光亮度和 color pop 都會降低了 令到它的相機感覺會更濃烈一些 但是去到拍攝人像的時候 好像拍到正面人像這張 就相對於 75mm 人像大絲鏡頭模式 關掉所有美顏效果的情況 仍然有相對比較明顯的美顏 在我們 13 Pro 的 review 講到 它的人像模式似是鏡頭轉換多於一個人像模式 在 13 Ultra 是鏡頭轉換的同時 會加入人像的美顏效果 膚色會變得比較紅潤通透 以及一些瑕疵都會遮蓋一點點 但是又似乎沒有那麼進擊的真正 Leica 的味道 在拍攝人像的時候 大家會喜歡哪一個呢 但這個始終是 Pre-production 並不是一個真正出街的版本 到時真的有香港上市正式行貨版 再跟大家深入 review 一下 但我們也有留意到 在拍攝沒有正面的人像 側面細小粒的時候的照片 它的 Color Science 又會變回 一種比較 Leica 味道的效果 除了相機之外 至於其他硬件配置 13 Ultra 都一樣有 Snapdragon 8 Gen 2 處理器 LPDDR5X RAM 和 UFS 4.0 ROM 的基本配置 現在是 2023 旗艦機 還有最後電池上 今次有 5000mAh 的電池 最後關於香港的上市狀況方面 大家繼續密切留意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鈴鐺 有最新影片的時候 第一時間可以看到 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